好 大家好 这个星期的晨talk 除了继续有我和大家看着港股的市 究竟升完没呢? 这个星期请来要两位嘉宾 和我们解读一下 这个星期有什么宝藏股 我有逼他们拿一些小货 这个星期有温氏兄弟分析 也隔了一段时间没在晨talk见大家 大哥温岗成Harris 和二哥比比 温健 究竟这个星期大家要关注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港股数数手指很厉害 连升了四个星期 加上升幅其实都1900多 接近就是2000点 去到这些位置很尴尬 不过那个转列点 催化剂继续升下去的话 会不会真的业绩期呢? 因为今天首先 当然之前都陆陆陆陆陆有些零升业绩公布了 但是今天是大笨掌 也叫做一只重榜股 叫做揭开了蓝筹业绩期 大家比较关注 先问一下大哥好吗? 是的 那究竟这一转港股 你看看可不可以继续升下去的催化剂 可不可以靠一些业绩去充一充呢? 大方向是升的 只不过问题 你刚才开咪的时候 刚刚开咪的时候说年升四个星期 这个其实说得很好 那其实第五个星期我给你升也不会升得多 因为其实上个星期升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上个星期升了接近800点 795点 其实那个星期升了 前三个星期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是吧? 反正要加两个星期 加三个星期先 因为其实总共升了1550点而已 那你其实那一天就是800点 就是前三个星期升了700点 那你其实算上个星期升那么多的时候 通常很少连续两个星期都升一千几百点 基本上很难的 就是这些正路的几率 那个机会率其实是比较小 所以变成来说 当然是做一些沽寒东西 那什么叫沽寒东西呢? 沽寒东西当然是估计它也不会升得多 其实应该是窄幅上落这样 那杂幅上落这四个字 那可能大家会扔鸡蛋 我也想扔 我来吃东西的 那其实为什么呢? 这个星期是比较 就是比较来人寻美一点 那当然先不要看老夫子 老夫子来人寻美 他们不懂的 可以我们懂的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 这个星期期期结算 那你整个月大家 其实如果十月的好仓 赚到就是 半满半满 就是说的是 又不知道穿墨也能不能穿得到 这个河先生金句 穿墨也不能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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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不肯脱一堆墨给你呢? 对不对? 就是其实那样吃了 嘴里的肥猪肉 他肯不肯脱出来给你呢? 其实正路他也不肯 而且在说粮人寻美 另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上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其实在说未平仓 期指合约 都整9万8千多张 因为你说只剩下一个星期的市 其实严格来说 4个90日 其实4个90日 你都还有9万多张 9万8千多张 差不多整10万张 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好友咬着他会不会肯给你大跌呢? 当然你要有一些很重大 你还有一些很重大的借口才行 什么要重大的借口呢? 习近平又来过 新间管 又捉住那些科技股也好 这次不捉科技股 可能捉一些内银股 那些内银股 什么什么 因为你要权重才行 你要权重才行 你不是权重 搞来干什么? 其实你要权重才按低它 所以其实那些要有一些石破天经的 我也轻松一点 石破天经的利淡消息 那才会订得多下去 如果不是的话 你觉得你的几率是小的 其实在说很多坏东西都出来了 本地的大多数的东西都出来了 其实他连教育股都监管了 对不对? 那当然教育股影响指数 就是没了道的 但是连教育股都被他管了 医药股又管完了 那你差不多都好像 只有内银股还没被他管 很害怕 如果待会那些内容 大家可以详细谈一下 其实两银股期天天都被他管了 对吧 好丑 那天天都被他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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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没了 对不对? 其实那样是 难道你说工充建隆不是国家吗 那天天都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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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了 那本地没什么利淡消息了 那接着说的是美国了 美国就是大家坐定定担定 在那里看着四大科企股的业绩 其实那边是有Amazon Google Facebook 微微地远的那一只 那一只 那一只男人最痛 哈哈哈哈 这都经常说 你猜不到大哥也这么风趣 这个其实是内地的笑话 内地的笑话 50岁 50岁估计一个科网品牌 那就是他们搞的 我第一次听我的 第一次听我的 出不出道街 出道的 这个是网台 而且又不是三级 笑话 那本来说 这个礼拜看着这些 接着大家猜一下下个礼拜 那下个礼拜二 下个礼拜 应该这么说 11月2号3号 联署的议释 那其实联署的议释 他们那班官员就封嘴了 是吧 就是没什么说 没什么说 其实那边就是大家平平安安 稳稳定定 那是唯一看着一个数据 那个数据 表面上就是GDP影响大一点 是 实际上呢 其实PCE影响很大 对 PCE影响很大 因为其实现在产生通胀 那当然两个都有影响 但是那边你怕通胀多一点 还是怕增长多一点 那其实那边增长 没有理由 突然之间就告诉你 没有增长 或者那边是大幅减少 这些机会很小 因为都在复苏 那所以变成来说 整体的结果是什么呢 整体的结果就是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应该今个星期贼幅上落 那所以其实不用鸡蛋了 其实贼幅上落是有道理的 基本上已经做完 10月份应该要做的东西 大多数都做了 一个月波幅 说的是2000多 3000点 其实什么都做了 那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 我估计上面 去到之前 7月25号的列口 那就是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边26787 下个列口的底部 接着说的是 就会有很大的阻力 那正常来说 开始有阻力 26500已经开始有阻力了 接着下面方面来说 其实本身调50天线 25400点又会有阻力 那所以其实阻力的阻力 就大概在这里了 那只不过问题是 你说向上多一点 还是向下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呢 2%上落而已 其实今个星期 就是我意思是说的是 埋单升的又是2%之内 跌的又是2%之内 不会有什么滑滑的东西 我觉得就没什么了 那这个我看法了 那我要问二哥 阿比比 是不是你都觉得好有淡有 今个星期打不了架呢 打不成 首先我要承认 最近的升势呢 是比我预期为多的 因为之前没计算 我就说23800到24000 有机会初步见底 有条件反弹 但是反弹 我也是说24800到25000 又或者上到当时的50天线 都是说的是25500 所以现在这些水平 就是曾经突破26000 已经是签纳完成了 这些位置呢 我不敢寄望太多 为什么呢 问得好 原因我觉得有两样要留意 第一 近期的成交不是很足够 第二 市场宽度也不是很足够 就是说市场那天可能行升指数是升的 但是你比较回升的高分数目 和跌的高分数目呢 其实升得又好像不是那么全面 所以这些位置呢 我觉得就未必还有太多的上升空间 那当然了 刚才大哥也提过了 其实这些价位去到现在来计算了 都还有那么多未平仓的期指的话 好友今天咬了一大口 这个月 不是他最后两天套出来的 所以一定坚守阵地 但是肯定推上去 不如顺顺利利转仓 下个月跟你玩过 所以如果这样比较的话 我都觉得我不单说一个星期了 暂时我觉得五十天线也真的有个支持 因为技术上是叫做十天 二十天五十天平均线 恒生指数升穿了 而十天线又突破了二十天线 所以总体上来说走势是回稳了 而且由七月又开始了 五十天线穿了之后 现在正式穿上去了 又站稳了 所以五十天线应该是有个支持 大概是说两万五千三 大概是两万五千四左右 上面来算 我想市场上 我大概都说了 其实有个列口位 那我想差不多水平左右 大概如果你看到 就是一百天线 大概是两万六千六附近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用 之前我说过 因为是事件主导 恒大事件是怎么样的 施政报告是怎么样的 事件主导之下 其实分析是弱化了的 但是恒大也还了其中一笔 我们所谓的美元债的利息 在我Facebook也提过 有些人问我 你又说恒大最后两天 什么叫最后两天 因为之前一笔美元债利息 其实他就没有还到的 那如果技术说 经过三十天的宽限期 都不还 就有机会正式是叫做违约了 意外地或者幸运地 他真的还到了 所以避过了这一劫了 而且也看到一些分析说 市场对于恒大 引起这个systematic risk 就是一些系统性风险的担忧 是淡化了的 那再加上施政报告 雷星大雨点少 百号风球也有人去买房子 这个西北大地方 所以真的担心 可以打架 代理 现在真的 我经常都说 我有一间拳股 现在正在宣传 如果要做地产 最好就练了泰拳销 说笑而已 所以利淡因素真是稍稍淡化了 所以市场弹了上来 我也是大概25300到26600点附近 不过要提提你 刚才大哥也说了 美股方面 今个星期港股有很多业绩 真的很多 大猫也有 内银也有 港交所就继续来 美国也是多业绩的 但除此之外 我想特别要留意就是这个联储局议息 收税大家预期做了 大家不是担心收税 但是包括这个鲍威尔 在会议记录之后的记者招待会 会不会说通胀 或者加息度有些落密呢 我觉得要留意 除了GDP PCE之外 是债息 上星期四 不经不觉债息曾经逼近1.7 星期五就大概一来六几左右 几个星期前一来三 升了很多 如果我觉得 升是正常的 第一财政政策 可能没有3万5千亿多 但是也会泵 财政政策收税 通胀刚刚个月是5.4 所以这样的因素之下 债息是上升的 那债息上升的话 如果真的上到一来七本 一来板 特别是急升的话 这个我想对美股 甚至对港股 大家见证过2月中杀股值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留意的因素 但是总体上来说 技术上是回稳了的 所以回来 大概2万5千多到2万6千多 这个要看看未来的发展 那听得出 温氏兄弟的口风 都是偏向乐观 但是在指数的走势上面 似乎都是在一个range上落 又或者扎幅上落巨多 未必是再进一步突破 但是起码不用回头 所以给我想问多些 既然是这样 我怕有些少闷 就是这个星期 投资者的部署方面 你觉得要怎么做变化呢 其实大家知道他的性格 升了上去 又不想搞鬼 之前说2万4要加少少货 如果肯加的 当然就受为其中 而且近期 也有些股票做得相对好一点 买中当然开心 但是你说真的什么都还没加 2万4又没买 这些位置才加呢 我有倾向不如等一等 唯一唯一是什么呢 找一些主题式 包括主题式可能 未来会不会天气冷 会不会双11 这些主题式的投资 又或者刚才我提过 现在是业绩期 那会不会是举个例子 上个星期 你预计这个星期一 汇控业绩很好的 提早买定汇控 或者未来的业绩 你预期好的 你提早买下去 那我想业绩期 或者主题式的投资 是可以现在留意一下 但是我经常都说 老套些说 又扔鸡蛋了 就是选股不选市 我们刚才说的是大市的变动 大市横向的话 股票个个不同 其实仍然都是投资的机遇 除非你真是触碰牛熊证 倭卵 旗子 否则所谓大市变动 其实可以让你感受一下 整体的港股的感觉 是究竟暖 冻还是怎么样 真正落地 都是你买中那只股票 有没有升 是 所以为什么比比讲到主题式的 我就想问大哥 就是有关业绩方面 我们不看这么短时间 不要说只是部署一个星期 如果真的一个月 因为刚才说到两位都关注的 其实就是美国方面 未来议息会议 又或者未来会收水的那个讯息 好了 那汇控金融股就是焦点之一 而且今天叫做真的出了业绩 其实好像比比刚才说 如果上个礼拜大家估好的话 可能升升升升升升到上来 现在有些盈利收拾在手 但是到业绩真的出了牢 其实这财务 就是Harris 我觉得真的好看 比市场预期来说 那个盈利增长的幅度其实是高 而大家憧憬的回购 他做了 是唯独是他认识就说不派 就是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今天市场的反应 就真的是 是不是不够表现出来呢 那说其实我相信之前 已经是有些反应的了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 老实讲 正式叉确阔 这些就是 根本上就 已经钉在牆上了 就是说大家都预了 那所以变成这个 就我近期 40元边我都一直 已经叫大家买它 那其实主要就不是买它的 主要买它的儿子 其实因为说 要削肉胃帽 其实很好看好像恒生 那个就稳固很多的 其实就是他削眼的了 根本上就是说 有钱赚你要派给妈妈 那这些是一定的了 那但是当然汇控方面 都是可以看好的 那主要其实就之前 怎么说主要可以看好呢 其实息差却阔 那现在未来方面来说 那业绩又摆在眼前了 那税前利润就升成13% 那样好像都挺好看的 那样东西都有增长 那又说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 那其实既然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 是不是代表他未来 都是会继续上呢 那一个很重点 就是说大家到底是 有多长线 因为其实在说 他就算你多长线也好 他也是慢 他就是一只慢牛 他一定不是快牛 千万不要看到旁边那只很厉害 那然后他好像 好像不关他事 那样 因为这个问题 他是全世界的 他不只是香港 香港的 你买恒生 买中银 香港一定 ROE又正是吧 派息又好 那你有什么不好呢 其实 但是反过来 你因为情意结 当年可能出粮 又在他那里开 第一个户口又在他那里开 拿起来 拿起来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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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可以 有一个银子银 有一个银子银 你小时候不熟给我的 他也拿不到 因为他拿到银子银子银 现在的银子银子银很贵 所以不要选择这个问题 过去了 那屋iod 那屋还有银子银子 你的银子银子银子 就可购买他 arle 取得他 就算他现在出了 好消息 又不是升得很多 今天最高升了47.75 然后也是缩 tighter 未来这10分绘 也不会撕那么多 第一关是45元 可能这时 advis何不 interfere 在那时候 可能交着着一轮这样 那接着反过来他可能也是向上走 因为其实他为什么呢 恩仗上次加息的时候 就是鲍威尔很英的 加到两厘半的时候 那汇控那时候其实有一期是曾经 谷过上去的嘛 谷到成六十元左右的嘛 那期曾经就是鲍威尔展示一下 那接着说 特朗普有特朗普在骂 他有他在加息 那绝绝加到股市爆了下来 那反过来 加息周期就理好他 那其实在说未来 都是加息周期的啦 就是你不会想减息周期 不会想再QE反而反过来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还是坏事 起码有一下短暂你要先熬 那所以变成来说 未来他会上回五六十元的机会 都是高的 但是反过来你又不要看他 他就是好像一只3690那些啪啪声 那样炸了车轮边两下 但是一上去不好意思 他不是那种来的 其实他叫做大象 那又是大猫 那你知道大的东西通常都是慢一点的啦 那么慢的东西 那你其实有心理准备 他是会企上五十元楼上的 不过我说的是今年 还是那年尾 还是那年尾 老实说就是就算买他都五十元 给你五十元 现在其实在说你都是七八个百分比 到回报 那其实已经很棒了 他真的去到五十元的话 那所以变成来说 他是一定慢 他一定慢 还有那人欧洲那边的东西 他都没搞定 就是发觉那个银行那时候 他都这次不知道有没有说了 我们还没来得吃看 其实那个人都没说卖了 就是连一元都没人卖 差不多半送 卖半送 其实那个人都是揹着尾 其实他就是不要那么贪心 当年龐若瀚不要搞那么多 什么国际化 什么环球金融 全球化 学一下DBS 就没那么头恨 是吧 其实如果你只是搞亚洲 哪有那么头恨 其实你在东南亚发展 其实那个人就没那么多法例 其实那个人就在大陆发展 那时候搞定 阿爷就搞定了 其实就是 就不用慢慢走 也关起来他试的那一只 所以变成来说 他是慢的了 就是就算阿爷当既往不够了 慢慢走回来了 那么反过来 他也不会让他快来 就是要快的话 搞定自己几个亲生的 其实是吧 就是那四只五只 我当他加上一只教行这样 那再紧着香港 中人香港 就是那人恒生这样 那所以其实那一天 会控买了一个朋友 就有定心理准备 但是我觉得如果收息 我又未必喜欢找回控 所以其实新钱就不要加下去了 是 既然钱发生了的 就是已经发生的 那就由他了 其实就是 如果你有个情意结在那里 还是觉得 当年我第一个户口 都还是在他那里开的 那就算了 其实 但是如果反过来 不要开第二个了 其实那个人就 是不是 因为其实那个人 他也是慢的了 就是这个慢的 那是解决不了的 好 就是大哥觉得 虽然是一只大猫 也是一只慢猫 就是要给些耐性 才可以去部署相关的股份 但是说到 就是重回亚洲 他之前就说了 即管看他来的步伐 会不会帮到很多 但是第三季盘数 又似乎真的OK 就是比比比怎么看呢 因为我看他是所有地区 都有盈利钱 就是之前大家不看好的 美洲欧洲地区都叫做赚到钱 其实真的比预期好的 是的 我们看大数 首先我们看一个列进基准 before tax的利润增长 市场预期都是两成多增长 三成左右 结果七成以上 好了 我们叫经调整 大家都是预10-12%而已 结果又远超预期 那你说这个也是预期之中 也是反映过去三个月而已 做回购了 这件事 之前大家可能猜 做不做 做的话是10亿至15亿 或者20亿 他是用足20亿 还有 因为我看英文 短时间会做的 所以从业绩本身 和回购 其实都真的超出了少少预期的 不过 有两点大家要留意 就是很多人跟我说 我不收货 他不派息 又说赚这么多 也不派息 我又要这么澄清一样东西 一向近这一两年都没有贵息 他一向都说了 是下年二月份公布全年业绩的时候 才会决定是否行贵息 和派多少息 所以你问我 其实汇控股价业绩公布之后 就有少少力 不要说令我失望 没有预期升这么多 但我又明白 因为你看回近期 过去这一个多两个月 其实9月21日低位 做过38.3 从38.3升到47元 涨了 涨了 也有二十几% 是汇控来的 涨了二十几% 第二 其实呢 这里呢 其实又开始迫近 是6月21日 和6月 对了 6月21日和6月18日的列口 那里都是47元左右 所以大家会觉得 由38元升上来 上面好像48元又顶到实 那有些可能叫好消息出货 也都正常的 不过呢 我自己觉得 如果他肯多回落一点 举个例子 43元 那你看上去 48元也好 50元也好 也有5至7元 那个直博都会高一点 因为最差的情况就过去了 和大家知道 加息可能是下年的事 但是最近的美国十年期债息 上升了 债息扩阔了 也就是说 不单止第三季业绩是好 而这个好呢 其实很坦白说 是源自ECL 即expected credit loss 有个回拨 上年同期就8亿多 今年预期都要拨2亿的 结果回拨了 一来一回就差很远了 那么根据管理层所说 第四季都有机会 是有点点回拨的 所以在息差抗拨 整体收入又没什么大外的话 就是说第四季其实业绩都不会太 当然技术效应也未必增长很多 但是会令到大家少于担心 另外再看远一点的就是加息 又或者跨境理财通 都问到一点点 所以我又觉得下回43附近 可以想 但是这些位置 就是46 47 又好像短线的空间 不是太多 那我绝对同意 如果你要买增长型的东西 很多东西给你买 你要派收息的东西 以前就说每季派息 现在没有了 那我们是不是会有其他选择呢 Richards我觉得是的 是的 的确我们就是要说一下 其他选择 是有什么选择呢 比比一会 就一定是要再拆解一下内银 好 但我也想问大哥 就是为什么你又这么看好 11 都算是力推的股份之一 其实没有的很简单 我都是就是就是说的是 阿仔好买点 是不是 有息派 那我想其实就是 买得银行股也是好息的 没错 其实不是好息 就买来做什么 他又不是快的 一年派四次 是吧 他还可以一年派四次 他还是开心的 其实那变成来说 大家就是 没什么特别 就是特别投诉 第一 第二样东西就是那句 跟刚才汇控有少少相似 就是说正式差汇确阔 那就是简单来说 他们的利润 未来的利润方面来说 我预估是会增长的 那这个增长方面来说 是不是很整体的增长呢 我又觉得未必是 但是你说很线的上升 其实这个一定是 那而跟着说的 就本身 因为其实都有一批人 是喜欢买银行股的 尤其是我们的退休人士 那其实那人因为摆在他那里 也是摆的 买他的股票也是摆的 那不如买他的股票 那这样 所以其实那人 就是很多人喜欢买他 那而变成他的股息率方面来说 当然他也都是不差的 也有四厘多 那也有四厘四六 那当然没有妈妈那么多 但是说的就是每一年派四次 而且他没有英国银行管 即没有英国的银行监管局方面来说 其实他没有派息 那他妈妈送资药 可能要他派多点息 那所以变成了股东 曲线会受惠度 那还有他的收息 那个模式 我觉得未来都会维持到 那变成了这件事 就变成了不担心了 那加上了 他因为之前来说 百多二百元跌下来的 那你现在其实说的 就只不过还是一百四十五元 那你其实空间还是很大的 那这些我又变成了 有些憧憬 就是无限憧憬在这里 那因为说的当然 我又不期望着 其实在说的 息率去回两厘半 但是说你不会去二百元 那我想你去回 就是一百八十元 那应该不是很难吧 这样是不是 那所以变成了一百八十元 还有二十元空间在那 那以前那些二百二十元 是夸张一点 那如果他现在 其实他计算股息率计 或者计算那个市场率计的话 其实他现在市场率1.45倍 其实还是便宜 因为以往呢 他其实一个fair price 大概1.8倍1.9倍左右的市场率 那你其实说的 就是如果我当纯粹这样计 都还有三成的升幅空间在这里 如果我当计一百八十元有两成 如果我递他fair price有三成 那其实我只是需要四个字而已 均值回归 那他已经搞定了 即是其实我只是说的是 做一百八十元已经搞定了 其实我不用说 我又期望着他有些什么 很石破天经的增长 那些这样 我不是想他这些 我不是想他突然间 又考第一 其实我只不过去回他 平时考15的 我就考15就算了 考20就20算了 那就是这么多 其实那已经对于很多散户来说 已经足够了 那加息周期 你通常预计他就当他两年左右 那两年有得两成三成回报 再加上有股息派 没有投诉了吧 又不用怕那些大监管 还有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还有那个问题很少 会被人无高低的 简单那只股份方面 都是很大路的 还有成交很足的 其实那我说完之后 不会说 就是每天的成交只有几十万 那样 那样我一说完之后 不知道擠了水去哪里 那些不会 北水不会先抠他 北水通常都不抠他 你不用担心有北水在树作梗 其实有时候北水 有时候是好 有时候是不好 你经常盯着他 其实一会儿他不知道 就是春光鸭这样 就说是 就是突然间 为什么最近他沽这么多货 那你又开始有个移民在那 那所以其实那个人 他就比较简单 适合家庭观众 当然专业投资者 就是你不会抠这些 有其他选择 有其他选择 组合都可以多元化一点 但我发觉现在很多退休人士 都喜欢看网台 很多 很多 追着这些节目看 所以核心点就是 我这个留言 是给一些退休人士的 其实他们很多人是想赚回餐茶 那就是这么多 拿着几百万退休金 那你其实在说 如果你有得四厘多 那你其实在说 我当你拿着五百万 那一年都有整 二十几万的收入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 就是够洗够食就算了 其实我应该当他有地方住 其实没理由退休了 去供楼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OK的了 我还想说 大哥这些不只适合退休人士 就是我本人的投资 你也有 部署方向都不适合我 我也是有一部分的资产配置 是放在这一类型的 其实对的 就是我经常觉得 那个资产配置有分布而已 你进取一些的 就算很进取 不代表完全 譬如我自己 你不要买快手才行 对了 我有挨半的 大家知道我喜欢挨半 佔一部分而已 帮我抖一抖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是个比率的分布 对于你说 防守的 就完全不能买进取的 买一点就行的 是很进取的 是不是不应该买防守的 也不是 就是个由不及的 永远都是一个分配的 但是如果大哥刚刚说起 就是银行股 汇控就可能等一等 行生可以考虑 我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好 这种我其他平台也有说过 但我发觉好像没有什么人认识的 就是3143 ETF 你听得到就知道闷了 这种就是华夏的香港银行 就是什么呢 香港上市银行股的ETF 就全部放进去 是的 我又喜欢汇巷 假设 你又喜欢恒生 我又喜欢建行 我又喜欢招行 单头买 好像也有一些波幅 可能内银有监管 恒生可能也是好的 这种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他做不到这个每季派息的 但是他每一手都是200股而已 大概都是有限数 所以其实你自己 一季半年自己沽货 都可以做到一个派息的作用 提多一点 唯一要留意的是 一说ETF 以往来算是很分散的 但是这种又不是很分散 我要提提大家 因为那十大持股里面 汇巷第一 建行我最近多说的第二 招行大家喜欢的 第三 公行第四 接着十大里面包括恒生 中银香港 但是十大的持股 先说汇巷 其实占了差不多两成 所以如果你说我很恨汇巷 假设 那这种我想又会差一点 另外第二大持股 建行也有16% 恒生就有5%左右 所以十大持股加上 都去到93% 这个比一般的ETF 集中 所以他在中间 单头股票 当然是单头 是 传统ETF 可能是S&P500 可能是盈富基金 买50个 60个 300个 他十个都占了九成多 就是集中一个行业 所以如果这个行业本身 可能是监管 可能是色差变化 他就做不到分散风险 但是整个行业看的话 这种就帮到大家 又有一些英资银行 又有香港银行 又有一些内地银行 算是比较上公手兼备 那算是多一个选择 你喜欢汇控的可以买汇控 恒生的可以恒生 大包围的也可以考虑这一只ETF 我再送一只大包围给大家 挺好 我还想说 我又学多了东西 更包围 有只3110 这只要说 这只真的包到50只股票 50只股票 他就真的专集中去供一些高息率 对不对 就是差不多是少少九股投资策略 差不多少少 但是就是 因为九股投资策略 要计算它跑收尾 但是它这些不是跑收尾 但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只呢 我强调一样东西 当年金是挺好的 为什么我说要当年金呢 因为其实它成交很少 就是现在香港人 都还没很习惯交换那些ETF 他都交换了几只这样 但是其实ETF是正的 基本上 为什么我说正呢 你不用交那个印花水 是啊 0.13 因为很多经纪都收不到你0.13 基本上 哎呀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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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这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整个50只股票 你担心买一只就中招而已 你买了50只 就是 本身来说最大比例的那只 只有4.3% 中国电力 第二是神华 第三是阮阳集团 其实基本上来说 这三只加起来 才是11%左右 其实三大加起来 11%左右 但是最吸引一样东西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一年派成七厘几息给你 七厘几息 那就是简单说 如果你有500万 刚才说的那些 就是恒生就派20万给你 这个派30多万给你 你不用担心一只突然好像汇空那样 不准你派息了 那么你立刻站在那裡 但是这只不是 这只其实那一只不派 还有49只派 而且那一只有个自动 有个reverse的机制 一不派 立刻抖出去 帮你收拾仓 普通散户 你怎么买50只股票 是不是 你就是买不到的 其实你正常 最多给你买十只八只 其实 IPO抽了十几年 有很多 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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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知道放多久 你为什么说出来 我很了解陆叔 陆叔上次和陆叔说 陆叔 可以看回我们陆叔那一集的神科 陆叔有分享 陆叔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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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无论如何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动之以财 那些是 其实那些就是 他没有成交的 我用来做年金 没所谓 而且一般省 普通普罗大众 正路你也是几百万 放下去 其实我当多了 其实那些就是 你买一只etf 很多人都是 一百万可能 已经觉得多了 所以变成来说 你要卖的 你就慢慢卖 很容易 你卖楼 很多 你卖楼 两厘多而已 根本上现在 其实你两厘到三厘一层楼 其实那人就真的很难以现价计 不要说你三十年前买的那些 就是你知道 现在那些经常报出来 1998年楼价 现在说有十几厘 你2003年楼价当然有 用当年的买入价 是的 乘以现在的租金 当然有 但是现在的租金 你通常都是两厘多 两厘多 那你还要加上什么 还要加上管理费 还要加上这个 就是那些物业税 还要加上 打黄算 还要加上你的租客 不要打烂这些东西 对吧 就是不要说一会转头 刚刚帮他买了一部冷气机 转头塞空它 坏了 那你其实那些全部不用烦 有七厘二五 你去哪里找 可以吗 我加上一句 大哥先说一句 欢迎 我加上一句 因为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ETF的收息方法 其实我说了三只 第一只是3187 大家其他节目也看过 第二只就是刚刚我提过的3143 第三只 其实就是大哥说的311 所以这三只各有特色 好了就着这只的话 我觉得特别适合什么人 看回它的板块分布 房地产就两成半的 是的 另外就是原料都12% 所以你问一问自己 你对于房地产和原材料 是不是看好 如果我真的很不喜欢的 那要小心点 收息得来 那价格有些波动 但反过来 我很看好这些行业的 那你就反而 可能比刚才的3143 或者3187 是有机会做到收息 加增值 所以其实没有 你说哪个产品是好和不好 其实根据市况 还有你自己的观点 是的 而且它也是跟指数 它是跟指数 它是跟指数 所以其实就是 本身哪个高息 它就跟哪个 因为近期其实内房 都掉下来 那内房就是高息 其实就是高息 就是 简单说它可以 我昨天说可以做一些 九股策略 九股就是你残 你落后 就是放一些残 就是简单说 你现在就是问一个问题 当然它应该没有恒大 恒大应该不会派息吧 对 他先还钱 对 你会派息 但是反过来 你其他的那些 那你其实说的 都跌得这么残 对吧 现在那边PB也好 PB也好 全部都是这个 负一两个标准差 留下的数字 所以变成了 风险是理解 风险是理解 还有我刚才怎么强调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当年金 是年金哪有这么高 现在没有 就是要看着股票 你可以不看也行 其实就是 帮你卖广告 它是这么卖的 基本上来说 这些其实就是简单 甚至是你去中央结算 转了名字 都可以 其实变成简单单 好啊 今天真的选择有很多 好像今天是退休市场 不是的 好像刚才我说 公手兼地组 公手兼地组 其实都适合我 我不知道有没有家庭观众 好像我这一类型的投资者 就是不一定要退休 但是也是会适合 就是某部分的资产配置 放一些比较稳固的股票 当中的 我们说了很多 就是坚定有个股看法的 真的可以买回那只股份 再不是在银行股也有比比的选择 甚至一些行业看法比较重 或者也是高股息的 亦都说到 非常融会贯通 大家可以 但是如果说到收息 还有一个板块 可以提卖的 就是因为内银股 今个星期 都是仍然一个高科学业绩期 而且招行已经出了 那一向大家耳熟能长的招行 都是盈利增长的引擎爆发之一 那它已经是两成多了 那预视到什么呢 就是比比怎么看 你内银有一定研究 是不是就是好像上半年大部分的成绩表 连传统的四大内银 都可以挨近双位数 甚至有一些已经有双位数的盈利增长 似乎可以延续去到第三季 是否值得我们接下来部署呢 我觉得可以留意 当然我不是很针对短线一两天 或者一两个礼拜 我觉得第三季的业绩应该就 第一招行就应该是一个示范作用 但是我很坦白说 根据过去的网绩 招行就零零细细劲的 即是你说算是顺利也好 或者我自己经常用的PPOP 即Pervision Operating Profit 撥备前利润 真正是反映一间公司的营运能力的话 其实往往双位数字是只有招行的 贴近一点的交行 油柱行 那你再下去四大行的话 是一定低一点的 所以你就很难说招行有两成 其他也有两成 这是困难的 不过我之前的推介 通常是招行和油柱行 但是我看到譬如939 其实也是28 29日就会出业绩的 那么业绩应该不差 最重要就是跌到这些位 其实也跌得残残的 你想想先不要说之前 早两三年我最记得 建行最高价就是939 就是939 最高价就是939 你不要计这个价 你计算 比如说近一点 近一点 只是说今年的7月的时候 都6.1 其实现在跌得很残 那么如果用我们所谓的第一 PBook 0.4 0.5 1就没了很久了 用我自己用的PPOP 其实都是说2.1左右 都是便宜的 所以我自己第一 对业绩会有D充敬 第二个股值是比较便宜的 只要不要像大哥所说 突然间有些监管出台 又或者是恒大有一个连锁反应 更加银行一点 是债券或者贷款 收不回 因为你细心看招行 业绩是漂亮的 但是来自房地产的撇障 就是升得比较多 这个正常 他不升你才觉得有鬼 所以除非风险闭口真的很大 否则我觉得这些价位都反映得七七八八 变相 你说建行再挨低一点 我觉得可以想一想 计算息 其实也不低 我就这么看回大力士基 也有七厘息 当然要交税 但是总体上价比较偏低 当然了 美国国债的息 对他影响少一点 但是看他自己的派息来说 我也觉得是其中一个 可以考虑的一个行业 如果以收息角度的话 那即是比比你现在就新增了内银的话 就不单止是看招行和油柱行 反而在传统内银当中 你最选择的变成是建行 是的 因为招行就是一直都买不到 你知道我真的要求高 那他曾经跌到下去 跌到最低 所以他也试过是说的 几钱呢 现在都弹回10元上来的 其实是买不到的 这个是说的油柱行 1658我们就一向操作都很帅 买到升到的 收息之前上过5.75的位置 赚息赚价的 我想他下跌 有少少距离的 下跌5元附近左右 我觉得就才想他 因为他业绩是帅的 不过其实他就不算很便宜 以PPOP来计算 都去到三倍左右 明显地比四大内银是贵一点 所以我要他跌多一点 直播率高我才卖下去 那第三只就是这个939 939我想5元至5.2 这些位置都可以想的了 好啊 那视乎内银大家要选择的时候 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大哥你又对于内银股 有没有什么看法 头两只很基本 然后后面那些就收息 那刚才二哥都说得很好 其实在说 他赚了我 8厘9厘 那你其实在说去哪里找呢 是吧 刚才在说310 都是在买这些而已 其实十大持股 都有中国银行那些 9厘预测的息率这样 就是这些很明显 大家买了他 都是想去收息的了 但是你不要跟我说 不要问我何时上五元那些 就是太短线的 因为他派了 他很多东西都派了出来 那你其实在说买内银 很多时候大家好像那么闷 都内银行的时候呢 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没升 就是其实在说就是 二哥记住的9.39 就是升了那一下 接着恒生指数就是 就是 指标作用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实他就好一点的 最坏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是什么 券商股 内地券商就是炒完内地券商 就真的大家收工 因为他升得内地券商 当时可能两融 那个市场炒作已经很厉害了 那好像烟花那样最灿烂的 那当然有机会有点危险 所以餐餐每年都是这样 是那就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着 就是中资金融股的走势 但是大哥你又好像留意到 内险股是不是有些资金移动呢 内险股其实在最近就 刚才说到那些北水方面来说 就新浴浴的那样 那最近那些北水方面来说 好像有些肯买回 买股就比较低一点的 2628 那么低不低呢 其实那边就真的对着他 就是好像很多人 由他18-22 就变成16-18 我老爸说给你们两位 我老爸20天问我中人秀 要跌到什么时候 我那时候也叫他不要买 但是他又不知道我说 他不是40元买那些吗 又未止 好像20多30元的了 如果有时候 少女时代 我搭地铁的时候 如果看到旁边是说中人秀 就马上把口罩拉到遮住了 因为我自认 你不认识周星辞 帮不了手的自认 但是我承认 我推过那时候都差不多 真的有16-18元 这个是 曾经炒过的 偶尔每年可能他都炒了一股 炒完那股 他又好像 他好像休息一休 那股是不是烟花 现在这个问题 反而反过来 近来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近来的说法就是什么呢 以前是一向平保跑赢他的 平保其实那股买书 一向都是一楼上的 到二都见过 但是反过来 近来就开始有少少不同了 就是大家发觉 原来平保都是不恶如是而已 买了那四个字 原来他都没有什么幸福的 原来买了平安保险 都没有平安 在华夏原来都不是那么幸福的 就是他那个情况 反过来大家就想一下 反正他都不幸福 反过来 中人寿也是这样而已 其实是否将他应该 平安保险 意思是什么 以前是转向平保 那现在可能是否平保又跌 中人寿又跌 其实那人会不会这样实在一点 其实如果中人寿 现在预测时长率 就是0.6倍 一向他都是便宜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现在平保 就一倍左右 那其实那人 就本身 刚才我说到最高的时候 可以到1.5 2倍的位置 那你其实在说 本身 既然就是 还是欠差不多 什么 就是如果扔下去的话 那你那人可能 都有十多个百分比 二十个百分比 升幅到这样 那你其实在说 就本身 其实也 就是他有个 就算当他平衡 可能性 那他其实也有个升幅空间 在那里 对吧 就是其实那人 这个就是他 就是有个机会 可能稍为做好一点点 那另一方面来说 内房的问题又好似了 好似又差不多了 好一点 好似又差不多了 起码其实那人 爆完花样链之后 就好像第三间 就应该机会又小了 而且又开始有些 内房就开始配股 配股又配得到这样 那你其实那人就 假设当他OK 那如果你当是均值回归 那现在其实那人就十三 就是现在其实十四个一 那你当他回到一个 就是之前的横行平台区 就是说的是四月份 直到说的是七月份 那些位置的平台位 那他都回到就是 就是可以Sweet 16 那样 是15 16那些 那些位置 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些 还有些空间 在那里 我想想想一首歌 但是好像林一哥一首歌叫Sweet 16 就是Sweet 15 那样 16 那样 那样 其实那样 我觉得存在机会 也都不是 应该不是特别太难的 始终 因为内房也排得到色 其实那天恒大也排到 没理由其他排不到 好 起码在内险有一个 就是充敬的空间 最后看起来 还有他是最落后 内险你有没有留意到近期的移动 因为毕竟他有一个小反弹都表现不错过 近期 我自己中仁寿之前推介过 都还是在输这个网网网网 那再 如果你说近这半年市场焦点 大家遗忘了中仁寿的了 都是说平保 那平保头头碰着黑 因为之前他是大地主 那结果华幸福就出事过 他就是上半年撇掌撇了三百多亿 那再加上就是平安银行 都是风险闭口 针对恒大比较多 那所以之后就比较落后一点 但是随着大家觉得 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还有跌到真的 是不是50元这些位置 是 又真的很残 那随着市场也弹回来了 23,700 弹回来26,000的话 那他真的有一些估值修复 那所以的确确是的 那你平保也回升回 中仁寿又没有病没有痛 当然上半年因为法规上的改变 一些的保险业务的增长是慢的 但是总体上大家觉得都反映得七七八八的话 是见到多些资金 买回来 但因为平安暂时来计可能 还是有一些风险 关于内房方面的问题 而中仁寿 我们之前推介过 还在输钱 所以这一刻来说 我又没有很叫大家 快点睡觉买吧 捞底 我就没有这么做到 好多一句 平安方面 平安银行 刚刚上个星期就好像出了业绩 好像成绩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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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国安所以变成来说 内银股 其实国安应该都 就是你当一业之秋 那如果你说三九六八 就一向很惯的 一向跑第一 那你其实国安第一个 就继续第一 但是反过来 你平安银行 就是这些是中规中矩的 那中规中矩都做得好 那你其实国安你可以想象到 其实那四大两银也不会太差 对吧 就算二百四大两银 这锅就会加上 希望 大锅一点的萌生 那你就看看它会不会好一点 就应该有点头颜 这个就复杂一点 但是有些没那么大锅那些 那你其实国安可以留意一下 或者交银那些 那你其实国安可以留意一下 好啊那说到最后 就是我们今天的星期 很多焦点可以留意 还有另类选股 特别的选股 我们今天都推了几个给大家 又带了很多东西了 看不及多少 大家看到两次 没错 再看不及的再看到五次 没错 我们夹多时间 希望下个月就再次邀 温氏兄弟上来 今天谢谢大家详细的分析 我们今集大家可以分享 like和comment 告诉我们知道你们的看法 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